大家好,我是曾子庭,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921大地震届满21年了,提升防灾以及救灾能力 新北市政府特别发表全民防灾一点就通的智能防灾系统 包含了停水停电以及交通拥塞等六大类及时灾害讯息 让民众清楚了解灾害发生时应该要如何因应 这位市民朋友担心害怕地震来了 他想问新北市长侯友宜要到哪里避难 侯友宜请大家不用怕 因为市府提供了新北灾讯一点通 作为民众跟政府之间资讯传递的重要平台 停水停电、交通等炸停车的关系、救灾的问题 你说可以在一点通里面找到答案 及时让你可以找到自让安退的出所 也可以解决相关的停水停电必灾问题 所以这一套灾性必定通 就是让民众跟政府之间的资讯能够互相来做一个沟通的平台 另外市府还提供智能防灾欧营万 市长强调即使他因公布在新北市 只要透过这套系统跟现场连线 就能够同步指挥各局处来处理 有效提升应变处置的效能 用在一个私信的通报做指挥的解册 所以我经常说 如果市长刚好冰空不在 我们的新北市 除了国都知道了南部 只要新北市哪一个地方发生重大事件 我可以即使透过过以外 可以即使在现场跟连线 同时同步指挥各局处来协同作战 新北发表智能防灾系统侯友宜强调 充分展现行动治理 还有智能城市又向前跨境一大步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 新北市安坑轻轨中施工难度最高的跨河桥梁 安心桥正式完成全桥合龙作业 后续将进行桥面以及钢轨铺设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目前安坑轻轨整体进度已经达到73.69% 预计在111年就能通车 安坑轻轨工程中难度最高的安心桥 17号上午完成全桥合龙作业 新北市长侯友宜与地方明代轻轨沿线里长 共同建政交通建设新里程碑 安心桥横跨新电溪 连接安坑轻轨的14张站与鲜河国小站 设计上踩三桥连续 不对称携张钢横架复合桥 主跨近达225公尺 是目前国内最长跨距轨道桥梁 从106年10月第一支集装施工 到全桥完成合龙 总共费时三年时间 安坑轻轨最重要的工程段在安心桥 安心桥是全国最大的铁道桥 光一个长度就502公尺 但一框距最长225公尺 是用三框连续不对称的携张桥 来建构而成 今天安心桥最后一段的合龙 代表我们安坑轻轨已经迈入最后的阶段 在安心桥完成合龙后 或许将进行桥面板及轨道铺设 以及积电系统等工程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目前安坑轻轨整体进度达73.69% 预计在111年通车 我们现在工程的施作已经达到73.69% 即将在111年来通车 这是未来我们新电区的地标 也是我们安坑地区新电 未来的发展最大的愿景的轨道桥 全长7.5公里的安坑轻轨 沿线设有9座车站 通车后安坑地区到台北市的通行时间 大约可以减少15到20分钟 带给民众更便捷的交通选择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瑞芳区庆吉国小 近年来因为营养午餐 厨余问题伤痛脑筋 但也因此发展出循环农业来解决问题 利用厨余处理机控制湿度以及温度 并且饲养黑水蒙的幼虫 也就是凤凰虫 让厨余环境不会散发异味 凤凰虫也能够作为生物的食物来源 校方推广循环农业科技的用心 现在更获得副总统赖清德的肯定 新北市人口数居全台之冠 制造出的厨余垃圾是政府相当棘手的问题 除了部分拿来养猪肥料或做生殖能源外 剩下的仅能以掩埋方式处理 但用力有限且造成异味与环境破坏 因此推展循环农业是项重要议题 而瑞芳区吉进国小为此 试着已逐渐发展中的黑水蒙农业 作为学校解决厨余问题的妙招 新北市政府目前有很多共餐的活动 以及学校的营养午餐的部分 所制造出来的厨余废弃物 会带给整个环境的污染 然后我们也希望藉由整个循环经济的利用 包括了食农教育以及环境教育 让更多的民众 然后还有学生参与 然后也能够为这个地球尽一份心力 让整个垃圾减量 最近学校跟环保局申请了 我们厨余处理的费用有65万 那我们把这笔钱用黑水蒙来处理厨余 那副总统看到这个部分 他非常的高兴 他觉得说用黑水蒙来处理厨余 是很好的一种做法 那也更高兴说学校已经开始在推广 把这个观念教导给小朋友 希望这样子能带动以后良性的发展 让厨余的处理能够更环保化 更科技化 在集境国小家长会会长 游徐骏的牵线下 担任过地方首长与民意代表的副总统赖金德 22日也特地前来学校 想了解这项循环农业的事办成果 目前自动化的处理器 掌控着黑水蒙幼虫的环境温度和湿度 幼虫不仅可消灭厨余 丰富的蛋白质可以取淡鱼粉作为养殖饲料 学校富裕的原生西鱼喜欢吃 而陆续以此肆域的母鸡跟鞍唇 更能产出蛋类美食 只是这样的循环农业 能否在瑞芳区四角亭当地实施 还有待专家评估 因为这一种昆虫的话 如果说像苍蝇类的 那就不适合 因为它到环境里面 影响到整个环境的苍蝇的量 这一种黑水蒙的话 你如果说推广起来的话 那量蛮多的话 它到底会不会造成环境 或者是家庭的一个困扰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厘清的 如果说不会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就会来推广 希望作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产业 那可能还要去想 就是说因为黑水蒙的产业 我们这个地方适合哪一部分 因为现在全国没有真正开始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跑得最早 看起来这很有机会 但是如果一旦开放 全国各地方政府都会协助来源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地方会不会有利益 这个可能会要去跑得 几近国小所在的四角亭 早期产没多没直家 但随着780年代停止开采后 在地发展不易 未来若有机会以循环农业 作为地方新产业 不仅能带来就业机会 也能有助于土地活用 与环保垃圾处理 目前带农委会与环保署研究后 考虑陆续推动至全国 在这之前将先以循环农业教育 大领孩子们认识这些虫虫 了解他们神奇的分解能力 并在校园中学习与生态和谐共处 记者向我们瑞芳采访报道 最近秋天转粮 担心瑞芳高工体育班学生 成练容易感冒 台北市冰江市场的爱心企业 诸多利公司 连续第三年了 捐赠保暖外套 要让远地就读的学子 感受到如佳人般的照顾 位于台北市冰江市场的 诸多利肉品公司 董事长郭文清金商有成 虽然非瑞芳人 也不是瑞公毕业或是学生家长 却不忘为学生弱势工艺贡献吉利 自107年开始 定期捐赠瑞芳高工体育班 教育奖助学金专户 至今捐赠金额已超过50万元 而今年中秋节前夕 郭董事长仍为天气转冷 新生们的衣物保暖而担忧 特别捐赠外套 工学生成练防寒使用 让爱心持续第三年不间断 我今天自己也很感动 然后我希望同学 大家都一直在成长中加油 董事长他很喜欢小孩子 所以他看到小孩子受苦 然后要学习成长经费不够 他心里就很着急 他希望这一点点 就是这样的帮助 小朋友以后呢 长大也能够有更好的工作技能 然后以后生活在社会上 都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郭董事长他是半月两点 就必须要在滨江市场工作 他们他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各位同学如果将来 有一天你有能力 能够去帮助这样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这是郭董事长 他最终的一个心愿 瑞芳高宫有许多学生来自外地 一个人住在学校宿舍远离家人 既容易孤单 也常有物资上的不足 因为看到体育班孩子们的需要 还有他们努力练习的上进心 透过一点物质上的帮助 希望偏向学生感受到 来自社会的关心 他们虽然离开家乡 但知道背后有许多人 支持鼓励着他们向上迈进 我是渔球队的 因为我住宜兰罗东省 然后所以才会在这边住校 住校的话就可以 不用当天来回早上起来 然后直接到学校练习 晚上练习练到比较晚 可以直接回宿舍 不用搭车回伊朗 感谢郭董事长长期对我们 体育班的支持 不论是在外套的赞助 或住宿费的资源 郭董事长总是不遗余力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全心全意的投入训练 为校真光 特别代表学校 感谢我们的郭董事长 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瑞公 包括我们体育班的一个捐助 还有我们中秋佳姐的礼盒 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地感谢他 我们郭董事长非常地有爱心 知道我们东北角的学生 特别是我们体育班的同学 冬天到了 有一件预寒的外套 我想他们的内心都是非常地感动跟温馨的 瑞芳高宫体育班近年来 透过住宿获得更多练习时间 扎实努力地训练 让体育成绩年年更显出色 在外套之下的贴心鼓励 社会人士犹如再生妈妈一般 在东北角寒冷的秋冬时节带来温暖 也期盼更多爱心企业参与赞助 帮助偏乡学校的体育专业发展 记者是哈文瑞芳采访报道 由新唐城有限电视所举办的 城市光影手机APP教学活动 第二梯次吸引了超过30名的民众来报名 在老师的讲解下 除了学会如何拍出美美的照片 对于影片的编辑 更是充满高昂的学习热忱 新唐城有限电视举办 城市光影手机APP教学活动 18号上午热烈展开第二梯次的课程 报名的情况相当踊跃 超过了30位民众前来参加 为了让大家对拍照先有概念 老师从角度构图一一解说 同时让参加的民众实际操作 看看用高角度和低角度拍摄 有什么不同 看见了照片的呈现 大家近乎原来透过取景角度 照片主角各个都能够变成帅哥海美女 以前都不会照 现在我知道说怎么照 怎么照怎么样 真的收获很多很多 在手机APP教学课程中 重头戏就是要教导大家 使用软体将照片编辑成影片 老师针对影片模板 音乐增加文字等等 循序渐进的带领大家 熟悉软体的操作 许多人都说 以前都只会拍照片 不知道如何将照片变成影片 这次来上课 才发现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都表示学会了之后会多多的练习 希望以后能够将生活点滴 做成记录 第一次学到的 对很受用 回去会常常练习 会觉得很难吗 不会 不会 但是可能步骤多 有几个步骤会忘 还要问或者是多练习这样子 老师讲得很清楚 那一些功能上面 它都有一些预设的 我们很容易上手 以前没有去想说要做影片 都只有拍照 然后就跟同学分享 那学这个的以后 我觉得我以后的作品会很多 因为我们上课 郊游都可以做影片出来 跟一些同学分享 而在课程尾声 老师也让大家各自完成影片的作品 并且针对每个人的影片制作 提出建议和鼓励 参加民众都表示 感谢新唐城有线电视开设课程 不但学习到拍美照做影片 更体验到当中的乐趣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个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诺侯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诗人不是老人的专利 这些长照2.0几乎都考虑到 除了失能生性障碍者 还有像未满65岁 但是已经满55岁的年住民朋友 以及50岁以上的失智症患者 都是我们长照2.0的服务对象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新北市交易局在新店高中举办防治霸凌校园满天心的 事实活动 副市长 谢震达特别客串演出行动剧 呼吁每一位市民看到霸凌事件都要挺身而出 同时带领大家共同宣誓反霸凌的决心 新北市教育局在新店高中举办友善校园中防治霸凌校园满天心事实活动 新北市副市长谢震达特别在行动剧中客串演出 呼吁每位市民看到霸凌事件时应该要挺身而出 勇敢向霸凌说不 他表示透过满天心计划 期许达到零容忍零误判零遗憾的目标 并且全方位提升校园霸凌防治成效 零容忍零误判零遗憾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我们更多的霸凌事件能够透过我们这些的措施 能够被发现出来 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措施能够让无论是被行为人或行为人 都能够获得一些处置的方式 让他们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相关的关照 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 活动现场也播放了宣导影片 拒绝霸凌有我挺你 邀请了艺人陈汉典传达友善校园的重要性 最后由高中国中学生代表带领宣誓反霸凌决心 新北市交易局表示 这项计划首创以学生为主体 透过办理学生自治团体防治霸凌研习 工作坊及补助计划 培育高中职学生主动关心及参与 同时鼓励学生集思广义 自主提出防治霸凌的创意计划 要让校园霸凌不再出现 营造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2030双语成为目标 力推双语教育 第一波由张述国际时钟 二重国中以及淡水国中三所学校 组成了双语策略联盟 陈国展除了展示示范双语的课程 更首度融合AR 让学生能够用科技在校园的双语环境当中 来学习英语就在生活里 用英语介绍所学 包括安全指示到操作过程中的界面 说明甚至中途的问答 都已流畅的日常英语说出 新北市力推双语教育 第一波由张述时钟等三间学校 组成双语策略联盟 这一天也做了成果展示 学校创造了能在校园内 自然而然学英文的情境 包括研发有效双语教学模式 教材连科技都融入教学等项目 提供学生双语学习的兴趣还有成效 那今天是有关于 国中的双语教学策略联盟的发表会 我们经过一年的实验以后 我们把AR引进我们的教学 再加上外师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科技等相关 艺能科的教学 那我们是用真实世界跟动作 做学英文的策略来教我们小孩子 所以一切的情境都是 以学生活中的场域 双语课程也首度融入AR数位科技教材 里头客制化的校园英语学习情境 将学生熟悉的校园风景都放进AR里 戴上AR眼镜就能够使用流畅的界面 听到英文版的校园介绍 自然课程实验 专科教室器材介绍等等 还能够直接听取AR里的双语课程 让学生说出日常英语 当天包括局长还有议员白佩如 都戴上了AR眼镜亲身体验 那很高兴我们的双语教学 可以更融入其他的这个课程 让孩子们不是只有在语言课的时候 才学英文而是Full of English 就是他的生活中 他的各项学习技能中 都能够增加英语的堂数 让孩子们可以自然的来学习 那这目前有30所国中以上 来实施每周六堂课的融入教学 我们希望中师跟外师的协同教学 把双语教学在我们课堂上落实 我们今天是一个发表 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学校来推广 让学生们在生活中 自然的学英文 搭配科技打造双语情境学习 新北市政府希望力推双语教育 打造2030新北双语城 解程惠林细子采访报道 为了达到移动学习的目的 日前由来自花莲县秀林乡 以及新竹市东区 有两所同样叫做水源国小的师生 在校长的带领下来到淡水的水源国小 进行半日的交流活动课程 校长就表示透过交流 能够让孩子当课程的主人 带领其他两校的孩子一起加入学习 为了达到移动学习的目标 在新北市淡水区水源国小 日前由来自花莲县秀林乡 及新竹市东区 有两所同样也是水源国小的师生 在校长的带领下来到淡水水源国小 进行半日的交流活动行程 而淡水水源国小校长表示 透过交流让孩子当课程的主人 带领其他两校的孩子一起加入学习 全国水源一个大会师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透过我们不断的交流 让孩子也当学习当课程的主人 带领其他两校的孩子一起来学习 然后也展现出他们一些教学 跟学习的一些成效 我想透过这样的互动跟交流 我们也学到很多 尤其我们三校共同特色就是艺术 所以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交流 以后有更大的一个学习的空间 校长说这个是一场 全国水源国小的大会师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不仅是展现出学童之间的学习成效 也让他们交到许多朋友 而活动一开始 出了淡水水源国小展现地主热情 由学生表演非洲鼓的开场演出 让现场非常热闹 接着就由来自花莲的水源国小 表演原住民泰鲁阁族的舞蹈表演 相当精彩 我们非常荣幸可以带小孩子到台北来 然后接受淡水水源国小的热忱的欢迎 然后我们也带了我们的文化的特色的舞蹈 跟小朋友做分享 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 而且很有教育意义的一项活动 那我想其实这样一个学生交流的活动 我们一直都是非常鼓励 而且其实我们之前到新北水源的一个交流体验的过程之中 学生老师都收获满满 尤其对新北水源的很多的教学设施 还有教学的课程 学生的活动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来自新竹的水源国小 校长表示非常乐见 有这样子的交流活动 而其实先前就有到访过淡水水源国小 而那一次真的是收获满满 而花莲县水源国小校长说 这一趟交流虽然跋山涉水从花莲北上 但是对于学生来说是相当有意义的活动 而此外三校特色都有艺术文化 在交流当中学生也进行攀树等有趣的活动 更让这三所水源国小的合体 创造出孩子更多元的学习与分享 记者许多安一带去采访报道 中秋节即将来到了 文旦是不可或缺的应景水果 究竟该如何挑选出好吃的文旦呢 现在透过我们的镜头 让农场的业者来告诉您 中秋节即将到来 而文旦是不可或缺的应景水果 如何挑选好吃的文旦 可是门学问 农场业者指出 在树上采摘的柚子 一定要挑选日照好的 这样的柚子才会皮薄多枝 一定要找到那种日照比较好的 而且是春烧枝条 生的柚子会比较好吃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就会皮薄多枝 然后再来是它甜度也会相对比较高 业者也大方地告诉大家 如何在市面上挑选柚子 在采买的时候 需要注意找表皮最好光滑 呈现淡黄色至黄色重量重的 通常代表水分较足 果肉品质较佳 它的那个形状啊 表面的精油的油包呢 它会比较细致 那比较细致的话 表示说它的那个水分会比较多 然后肉质会比较纤细 然后这样中间稍微要有点开的话 这样的话成熟度比较好 而且它的色泽要一致 这样的柚子呢 就是会非常好吃 而且拿起来要有层层的 柚子的风味 它是有点酸中带甜 然后呢就是那个层次还蛮丰富的 那搭配这个松饼呢 它的味道就不会腻甜而不腻 然后非常的爽口这样子 然后在起司蛋糕里面呢 它会让那个起司的那个奶油的风味呢 不会这么的腻 就是也是很清爽的水果香这样子 以柚子为主题农场的陶乐斯森林 在产季也推出了下午茶 以柚子为主要食材 有柚子茶 柚子松饼及柚子蛋糕 口味相当酸甜爽口 业者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记者虎萱五股采访报道 红灯 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 添酸 大盛啊 千般不当落跑啊 违规拒绝蓝铁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掉扣驾照六个月内 下回会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最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那边来好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拒绝逃逸 重拔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结证术关心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57福利咨询专线您好 我刚剩下双胞胎 想请问一下有什么补助可以做申请 你可以去申请生育奖励金 妈妈刚车祸 能不能申请请他很久住啊 如果我先生师兵 我要照顾我先生没办法去工作 那我可以申请低收入户吗 我先生他刚入狱 我可以申请低收入户吗 中正路中正社区的赵先生 需要派人协助 我马上派人处理 车祸现场拍照 露营五原则 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共聊区公所在中秋节前 于共聊国小举办了亲子园游会 除了提供在地长者新著名表演的舞台 同时还有美食摊位 气垫床以及闯关游戏 增进家人的亲衣 而这一次更有消防局唯一的一台 地震体验车进驻 让大小朋友感受刺激又逼真的模拟环境 共聊区大手牵小手 让爱放起来亲子园游会 19日于共聊国小举行 薯条 冰沙 月市春卷等各式摊位美食 令人食指大动 共聊区民们10点便准时前来排队领园游券 大手牵小手 祖孙亲子同乐 开心有活力 今天我们现场很多的摊贩 来这边来跟民众来做个同乐 我们还有做一个防灾的宣导 还有我们有个地震体验车的一个部分 此外还有我们CPR的一些教育训练课程 让大家来进行一些闯关的活动 闯关如果完成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奖励品 我们现场还有一些气垫船 让大小的朋友来做一些同乐 搭配着闯关任务 孩子体验套圈圈 玩泡泡 射飞镖 利酒瓶等传统游戏 并争相与可爱玩偶合照 而新鲜的是 新北市消防地震体验车也开进了学校 大人带着孩子一同躲在桌下 膝盖跪地双手护头 练习在逼争的环境下保护自己 刺激又有教育意义 有觉得什么心情 会害怕吗 没有 觉得很好玩 真的 人家在做 你跳飞车呢 现在我们看到后面这边 新北市唯一台的我们地震体验车 然后刚刚有小朋友 大家一起在那边大声尖叫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在地震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自己 做到安全的防护 希望这样子的活动能够 让我们全家大小 大手牵小手 然后促进我们亲子关系 然后让家庭更加的和乐和谐 而舞台上的表演也吸引着大家目光 有张扯的动健康舞蹈 还有新知名特别设计 全新扮相的越南舞 去公所与亲子 也跟着家舞哥哥 跳起鲨鱼舞 放松开怀 魔术师除了会变把戏 也细心折气球 给孩子园游会这天的快乐纪念 记者3号文共聊采访报导 林口区家宝里参加 新北市防灾社区计划 历经4年的生根运作有成 里长黄建邦还获得了 机优消防士的肯定 并且接受内政部表扬 公所也鼓励 未来能够有更多热心的里长 共同投入防灾社区的计划 林口区家宝里自106年起 参加新北市防灾社区计划 在消防局公所等单位辅导 及资源益柱下 透过里长加瑞社区理事长 共同组持号召里内 热心公益事务的民众 组成防救灾编组 历经4年生根运作有成 里长黄建邦还荣获 机优防灾事 并接受内政部长徐国勇表扬 林口区家宝里是第一个申请 来加入这个防灾社区的一个例 那里长黄建邦 在从106年开始申请之后 积极努力 那也经由我们的消防局 跟公所合力的一个努力 那在今年 也获得一个内政部的邀请 到内政部的防灾活动 做一个展演 那里长黄建邦也或 徐国勇部长来表扬 成最佳防灾事 这次的展演活动 非常感谢林口区公所 家宝国小 加瑞社区 以及防救灾的任务编组 成员全力的资源 那么把最优异的成绩 表现出来给大家 黄建邦里长指出 家宝里 山坡地面积广大 台风豪雨 常有土石崩落 及树木倒塌 阻碍交通 推动防灾社区 平时除了让民众 了解住家周遭 环境脆弱地区 充实民众 基本救护 救灾技能之外 灾前自主 整备及巡视 灾时灾后 除了依靠政府力量 也编组运用 社区资源 排除规模小的灾情 以达到防灾社区自助 互助而后公助的目标 平常除了 结合防救灾的团队的运作 到社区去審查以外 那么同时参加各种 防灾教育的训练 最重要的是 能够提升 理名防灾的意识 除了家宝里之外 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林口区的各里 一起来加入 这个灾防社区的一个演练 训练更多的灾防志工 唯有透过大家提升技能 才能保障我们林口区 所有市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林口区公所表示 家宝里是林口区 第一个推动防灾社区的里 后续几年 西林 夏福及立元里 也纷纷加入 未来将鼓励更多热心的里长 共同投入 推动防灾社区计划行列 以上新闻 记者沪宇轩林口采访报导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 为了迎接大意的新生 特别请到了北投关度工的 这一个妈祖座教校园 并且举办放心拥抱城市活动 让大意新生体验 妈祖钻教脚的文化饗宴 同时借由走智慧门 平安门 以及幸福门 三个门 象征快乐学习专业 祈福平安 9月份是大学开学的季节 日前在台北城市科技大学 为了迎接大意新生 特别请假到临近的 北投关度工妈祖座驾校园当中 并且举办放心拥抱城市活动 让大意新生体验 妈祖钻教脚的文化饗宴 同时借由走进智慧门 平安门与幸福门的三个门 象征快乐学专业 祈求平安 而校方也期许 每一位学生在开学日 都可以立志学习 那这个活动的内容呢 因为现在新冠肺炎还是很严重 所以呢 我们学校就特别 公迎了关度工的妈祖 来到学校 那我想一方面是保佑 我们全体师生的一个平安 另外一方面呢 也希望让我们的同学体验一下 这个软软卡爱文化 那另外呢 活动的后面 我们还有设计了三道门 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呢 进入第一道 我们的知识门 然后他会翻开一本巨大的书籍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 象征我们的同学来到学校呢 都能够快乐的学习 而且拥有专业的知识 学校表示体验活动 包括了让学生专教脚 接着走入智慧门 翻开剧情书本 象征快乐学习 拥有专业技能 而最后校方将资赠一个开学福袋 里面有开心果苹果与桂圆茶 对此不少学生都是第一次体验 钻教脚的传统信仰仪式 也在活动当中对自己许下一个愿望 希望我们这一年的发明展 台北发明展能够得奖 在9月24的时候能够进行顺利 在9月26的时候能够拿金牌 有我觉得妈祖会保愿我们 这一次得奖会很顺利 No 之前也没有参加过 之前当选手的时候有先去拜拜 但是没有参加嫩丢卡的部分 对 然后这样子妈祖加持 你会不会觉得更新鲜 自己有觉得心里更平安 希望透过这个这么大的仪式 然后可以让我们平平安健健康康 然后也希望我们在城市科大的表现 可以越来越进步 然后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学校表示主要的目的是欢迎新生 让他们有一个难忘的开学回忆 更重要的是帮助新生打破彼此的陌生感 让他们可以很快的开启新生活 而下方也期盼新生们 可以从每一天生活中建立自信 赢得友谊 稳扎稳打建立专业技能 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圆梦 记者是专一 耐熟赛方报道 新美市议员周雅玲开办的咖啡课程广受好评 现在就连细址的记得公都报名参加 围棋八堂课除了教手冲咖啡 还安排了烘焙课程 不但要教如何做戚风蛋糕 还有手工饼干 学员们都相当的开心学习 每周二下午记得公的咖啡班上课 学员们专行听讲 这次课程扛来了烤箱要教烘焙 这一天教的是杏仁瓦片 只见老师带来了一些器材 还有面粉奶油等材料 因为要教喝咖啡可以配的甜点点心 除了蛋糕就是手工饼干 而在材料搅拌之后 老师示范一次 接着就由学员们上场推手工饼干 等到满一盘之后就送进烤箱 雅玲很开心的一件事 咖啡班在系纸应该是颇为盛行了 然后记得公的主委在六个礼拜之前 在这边开了第一堂课的这样子的咖啡班 然后今天是第七堂课 老师今天特别把咖啡之外的手工饼干 以及杏仁瓦片 带到我们记得公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中心 来教这些的学员 让一些志工跟一些信徒们 可以多参与一些其他的活动 然后增加彼此的一些乐趣 那也从乐趣当中可以享受到生活 新北市园州20开办咖啡课程 一直很受欢迎 除了深入邻里 记得公也报名参加一起合办 而当天学员们都认真学习 办成品放进烤箱的空档 大家回到位子上 从一杯咖啡 等着下午差 学员们直说收获不少 我们今天做了非常有趣的杏仁瓦片 一开始一直想说杏仁瓦片好难 怎么可能我们第一堂课就要学这个 结果后来发现老师教的好简单 哇今天好开心 今天在记得公 我们上的课是手工饼干 教的是杏仁饼干 功夫饼干 然后大家你看看 哇大家练习的非常开心 已经快出路了 杏仁瓦片在推的过程当中 每个同学感觉手都黏答答的 但是呢等一下在进烤箱烤完之后呢 就香香脆脆的填在心里 那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 学习到这样子的一个手工饼干 在老师的精心调制之下呢 我相信每位同学对于今天的手工饼干 会觉得更有心得 喝着自己冲的咖啡 配上当天现做刚出路的手工饼干 平常一杯好咖啡 上课方式好轻松 就成慧玲戏指采访报道 车怎么开的 你怎么在看呢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导 1.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3. 标会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4.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化 仪等就对啦 预防电气火灾 用电不得操载 电线不滚绑 圈子绑法比较安全 擦头不潮湿 铺损 不使用电气时 请拔掉擦头 电气周围不放火烂物 没有安全标章的电气 不满 不用 复义电气火灾的前章 好闷喔 你不要把口罩随便乱丢啊 有什么关系 只用过的口罩不乱丢 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个小姐说的没错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水少丢入热涉潮啊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研回收物哦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元把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请记得支持您的计划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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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了食品安全 干湿分离 垃圾不落地 以及无现金交易等项目 1198个摊商全数通过 渴望成为现代化市场的典范 南门中继市场通过新市场查核食品良好卫生准则GHP 不但让传统市场更具现代化与国际竞争力 更达到卫生 干净友善的购物环境 让民众消费更加安心 如果只有30秒要认识一个机关好卫是看厕所的 如果只有30分钟要了解一个城市的状况去看市场 因为市场就是一个城市的缩影 不管是它的文化 经济 甚至这种公民的道德水準 这些市场都显露无疑 为了提升传统市场GHP 北市府从今年3月份开始 在南门中继 大龙 市东 环南中继等4个公有市场 针对1198家摊商进行稽查 结果全数通过 市长柯文哲特别颁奖表扬 希望未来其他市场也能全部跟进 市场的改变你知道 除了硬体的改善以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里面软体的运作 举环 干湿分离 垃圾不落地 垃圾减量 禁用一次性餐具 甚至到招牌的美观 一致你知道 我们再推的无线金交易 种种种种种你知道 相当多 老市场改变新风貌 包括食品安全 干湿分离 垃圾不落地 无线金交易等都得兼顾 随着时代变迁 打破刻板印象 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到传统市场消费 记者邮箱婷 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把关学校的午餐食安 台北市交易局采用三张一Q的国产可追溯生鲜食材 今年更编列了一亿七千万元的经费 升级为每周一餐有机米以及有机蔬菜 另外也规定厂商使用的肉品不得含有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 确保学生吃的安全 台北市长柯文哲来到景星国小轮值当打扮班 手套帽子不能少 完全比照手术规格 确保饭菜零污染 尤其今天的营养午餐很特别 不只选用有机米 蔬菜也是符合三张一Q的生鲜食材 产地来源通通看得见 我们可以每个礼拜一天 如果在家的话不见得就变一个礼拜两天 然后可以变一个礼拜一个半 一点五天 因为有很多学校可以食物 所以这就是用经济规模来达到平均 这是一个策略 去年一周一餐有机蔬菜广受好评 今年北市府再编一亿经费 增加有机米 预计11月中旬会再增加一次有机蔬菜 台北市将会有16万名学生受贿 至于肉品方面 也要求厂商不得含有瘦肉精 以及莱克多巴胺 确保食品安全 这个白菜之前就是会比较苦一点 然后就是吃了有机的时候它会就是变得比较甜 然后这个饭它就是变得比较香 也变得比较甜 有机营养午餐口感加分 就连小学生都吃得出差别 为市府把关食安 希望不止美味升级 也能兼顾学生健康 透过与有机农友长期配合 提升农业发展 为了转化失智症的刻板印象 台北市政府特别拍摄失智症正面形象的影片 希望能够鼓励失智症的患者重返社会 同时也转换民众的刻板印象 打造失智者的幸福城市 来自关度的阿嬷们扭腰摆臀 跟着音乐翩翩起舞 除了利用彩球 还用扇子当成道具 跳出银法的热情与活力 也为台北市政府推出的失智者 正面形象影片首播进行宣传 照顾一个失智症患者 不是只有卫生局的事 也不是只有社会局 这个一定跨过很多局处 从民政局 社会局 到卫生局 劳动局 这是整个要去想办法 去把它跨局处整合 台北市长柯温哲与卫生局 社会局等局处 共同启动强化台北市委 失智症与照顾者的照顾网路与资源 推出失智症影片 鼓舞年轻的失智者 从反社会转化刻板印象 截至六月为止 台北市失智症人口约三万八千人 出顾台湾到二零六零年 失智症人口将达到八十五万人 失智症照顾政策也将逐渐从预防 筛检到确诊之外 也能发展出协助年轻失智症的政策 打造出失智者的幸福城市 这次的话 采访报道 冲锋枪 防弹背心 指纹剑饰 这些警用的配备以及作业 一般平常人可能是很难看得到的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就办理 一日小小警察的体验活动 小朋友借着闯关 能够更加认识人民保姆的辛苦 达到敦青木林的目的 讲官拿着警用配备 依依跟学生介绍这些枪支 防弹衣盾牌的使用方式 让参与的学生大开眼界 这些一般人平常看不到的配备 就让这些小小警察们一次看得够 很开心 因为可以听到很多好玩的故事 然后闯关玩游戏 学到那个枪 学到很多枪的品种 还有盾牌啊 一些呼吸什么的 为了敦青木林 也让学生能够真实体验警察的一日生活 南港分局特别举办了 一日小小警察活动 学习警察必备的实用知识 以及相关技能 对于这项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 藉由一些体验的活动 比如说让他们接触一些 平常碰不到的东西 我们的警用设备 一些让他们摸一下真正的手枪 让他们体验一下 这个警察的这个一些日常 那平常他们有一些小男生 对于警察也是很喜欢 然后将来可能或许也想当警察 那最重要的 除了这些警用的装备介绍之外 还有一些柔道 我们一些体系的一些介绍 让他们也是可以锻炼一些体魄 让他们了解警察的体能 是很重要的 现场更除了认识富佑安全抢达之外 还有柔道防身术学习 指纹剑饰学习 一道又一道的神秘关卡 都让学生们惊呼连连 也感受到人民保姆的辛劳与用心 而南港分局也表示 未来将继续肩负着为民服务的精神 保障社区的安全 记得通话 参谋报道 实际进入秋天 正是虾蟹最肥美的季节 为了推广澎湖在地美味 澎湖县政府推出三天两夜的虾蟹海味轻旅行 由地方达人带着游客逛马公鱼市场 出海体验捕螃蟹的乐趣 还可以在海上品尝美味的法式虾蟹料理 9月中第一批开团立刻秒杀 新鲜葱筋下锅油炸 起锅后放进凉拌海鲜料理 油葱香气衬托虾蟹鲜鲜甜 法国主厨选用澎湖当季食材 新鲜狗虾搭配蔬菜和沙拉酱 做成法式料理 还要把澎湖丝瓜和实蟹变成马芬蛋糕 满座的创意菜色 来趟澎湖就能一次品尝 澎湖的海域海水的盐度大概高出 台湾这边是一到两度 盐分越高的话 事实上它的海鲜是越甜美 这个是不真的一个事实 秋天是虾蟹最肥美的季节 加上澎湖特有的高盐分海洋环境 生产的虾蟹肉质甜美 为了推广在地美味 澎湖县政府推出三天两夜的虾蟹海味轻旅行 带游客逛于市场 出海体验捕螃蟹 还能在海上品尝浪漫的虾蟹料理 我们希望我们的虾蟹 不仅仅是来澎湖的游客可以尝 也希望他们能够带回去 让大家一起来品尝我们澎湖这个虾蟹的一个甜美 所以我们有精心有制作有品牌的一个虾蟹礼盒 澎湖清旅行有吃有玩 农与局还推出以澎湖虾蟹为品牌的精美礼盒 现在到指定通路 消费满五百元 还能抽中澎湖豪豪华总统套房 想在秋季品尝澎湖海鲜的民众 可得把握机会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曾子庭 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关心 最近有什么样的生活资讯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